阿! 同學們上課啦! 我是你們的七七老師 今天我們就要來看看女性的生殖結構 我們可以看到黑板上左側右側各有一顆卵巢 每一個月從你的左卵巢或右卵巢 會有一顆卵子成熟 成熟之後就會往我們的疏卵管去移動 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子宮內膜會不斷不斷的增厚 為了可以讓受精之後的受精卵去著床 在卵子不斷移動的過程當中 如果這個時候恰好有男性的精子 從子宮頸到了子宮 然後往疏卵管去移動 嘿!在這個地方完成了受精作用 那這一顆受精卵 就會從你的疏卵管到子宮內壁著床 之後會發育為胎兒 各位阿!不要一直說自己阿! 是人生的失敗組 不是喔!在座看影片的各位 其實每一個全都是兩億顆精子當中獲勝的那一位 你們知道嗎?一個女性阿!自青春期到更年期 這超過三十年的時間 有四百顆的卵子成熟 子宮內膜增厚四百次 同時又剝落了四百次 形成四百次的MC 就只是為了那一次兩次的受精 這是女生與生俱來的正常生理反應 沒有人能夠否認阿!這個是非常消耗能量的事情 完全沒有要物化女性的意思 反而阿!我要說阿!女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偉大 燃燒生命為了傳宗接代 次次都是那麼的疼痛 而內分泌阿!會影響心情 讓你情緒低落 所以阿!七七老大要拜託各位好好的疼惜 女性友人 老婆 女朋友 家人 一般阿!女性的月經阿!大概是二十一天到三十五天不等 但是阿!大概來說阿!是二十八天的時間 我們在零到七天阿!這個時候我們叫做行精期 也就是什麼?女生月經來的時候 十四天阿!我們叫做排卵期 也就是女生卵子成熟的時候 如果在這個時間點沒有受精的話 那就會緊接著下一次的二十八天周期 紅色的這個又會再來一次月經 你們聽得懂嗎? 我們來看一看什麼叫做安全期 卵細胞成熟的這一刻 大概他可以在女生的身體裡面存活大概是二到五天 而精子進入生殖到大概可以存活一到三天 所以阿!綠色的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所謂危險期 也就是很容易中獎懷孕的時候 所以什麼叫做安全期勒? 屏除掉紅色這個行精期 還有綠色的這一個危險期 這一個部分 這一個部分 它就是安全期 所以我們怎麼定義喔 安全期的勒? 其實這個眾說紛紛 有人說阿!叫做月經來的前面七天或者是八天 月經來之後的七天或者是八天 這個叫安全期 但其實阿!這個沒有一定的阿! 越接近排卵 越接近排卵 就是越危險的 所以阿!這個範圍 你們有沒有看到? 它越小 它越小 越遠離這個部分 它就是越安全的 所以阿!我建議各位的其實阿!是 前骨 後骨阿! 你不想生孩子的阿! 這一段時間阿!你可以弄! 如果阿!你想生孩子的阿! 欸!在這一段時間阿! 你拼命弄!一天照三餐弄! 所以阿!兩方的人都可以心想事成了嗎? 所以同學們阿!知道該怎麼弄了嗎? 阿!不要亂七八糟胡搞一通阿! 我們下課啦! 來!老師不要當太久 這樣會害大家想入肥肥 肥肥會很可憐 來!我們現在來看精痛 男生也請學學阿! 以後老婆女朋友精痛阿! 你不要傻傻的只會倒熱水 傳統醫學認為阿! 公寒是精痛發生最大的原因 子宮寒冷是 女生陽氣比較虛弱 無法去溫暖體內的器官 這有可能是因為 長期喝冷飲、吹冷氣、穿太少 什麼真理褲、比基尼 這些都很性感 阿!不是!這些阿!都會讓你受涼 變得虛弱 而子宮寒冷阿!它不只會出現精痛 還會讓你手腳冰冷 小腹突出、貧尿、夜尿、水腫不孕等問題 所以阿!我們就來教大家怎麼樣子暖功 緩解精痛 來!第一個泡腳 腳阿!它是最遠離心臟的地方 泡腳就可以刺激你的皮膚和穴位 來給大家一個泡腳方 浦黃石、易母草、石當歸石 香腹石、鹽湖索舞、桃仁舞 莫藥舞 拿去煮水泡腳 經期前五天阿!開始可以每天去泡 經期一來就停喔!不然會變經期四朝人喔! 它可以阿!活血、調筋、止痛 還可以讓你的皮膚紅潤 改善手腳冰冷 這個方法阿!冬天你們用用看 非常有效而且很舒服 有一個粉絲問我阿!生小孩 那!月經痛阿!帶月老有沒有用阿! 幹什麼東西!亂七八糟 不要以為有月智就可以阿! 月老的管轄範圍沒有這麼寬好嗎? 來!第二件事情教大家 按摩加上熱膚緩解精痛 來!兩個穴道 關圓穴在肚臍的下方三吋 四隻手指頭三吋 來!氣骸齁!在肚臍下1.5吋 女生阿!可以去按摩它 時下一組一天三組 按摩它可以溫通陽氣 然後阿!在金錢、金其中 這兩個穴道還可以去熱敷它 我拜託你們喔! 熱敷請不要用毛巾去沾熱水 因為那個阿!很快就涼了 一涼你反而受寒 還有阿!熱水袋 它頂多讓你去敷一小時 而且除了熱阿!它沒有其他的功能 我之前阿!去寶雅逛街的時候 有發現這個東西 草本暖工貼應該蠻多人有用過的 此外阿!它還有出漢方草本衛生棉 我覺得阿!蠻有趣的 所以阿!買回來給當時的女朋友用用看 效果不錯!我推薦給大家 暖工貼阿!就像暖暖包一樣 它會發熱 有附上阿!這個貼紙讓你很方便的 可以貼在衣物上 你可以貼在衣服的內襯 然後讓它直接去接觸皮膚 讓它接觸到阿!大概是在 它發熱大概在45度阿!不會像一般的暖暖包 高達60度 所以阿!它不會灼傷皮膚 最重要的是阿!它有加入一些 溫筋通弱緩和筋痛的中藥 艾草!當歸!穿窮等等 算是蠻有中藥思維的 木井花暖工貼這個廠商確實不錯 老大幫你拍拍手 當時的女朋友阿!用完之後覺得 緩解精通的效果很不錯 可惜阿!它現在灰灰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啦! 當然阿!暖工貼也沒帶走 我現在阿!只好拿來自己貼啦! 你不要笑老大的鐵粉 你一定有聽過我說 對!就是男人阿! 溫慎壯陽重要的穴道 所以我現在貼一下也不是不行阿! 但各位不要誤會阿!我本身是沒什麼問題阿! 好還要更好! 精力求精! 嗯? 這成語在這裡用好像怪怪的 來!第三個介紹的是 舒筋茶飲幫助你緩解精通 來!推薦兩款 如果你的精通阿!是伴隨會手腳冰的 那你就可以用 桂圓桂枝紅棗茶 桂圓六克紅棗三個 桂枝三克生薑一片 用熱水500cc悶泡20分鐘即可飲用 桂枝可以溫氧 桂圓紅棗補氣氧血 生薑散含止痛 對於筋痛阿!你是悶痛冷痛 這個緩解的效果非常好 如果你月經前乳房會很脹痛 同時阿!你月經又有血塊的痛筋 那我推薦你喝 玫瑰佛手茶 它可以啊! 梳乾活血禮氣止痛 佛手乾六克 玫瑰花六克 枸杞十顆 跟剛剛一樣的做法 生理期前阿!可以當作茶飲使用 生理期一來喔!就可以停了 這個阿!可以讓你 月經規律 精通也會緩解 學完這個阿! 男生以後不要再傻傻的問女朋友 欸!會痛嗎? 那不是廢話嗎? 或者只會泡熱可可 叫他吃止痛藥 告訴你阿! 女生精通時是需要一杯酥金茶 以及一個溫暖的擁抱 來四!九一! 廢話! 對!你一定覺得是廢話 但我要告訴你 精通其實真的可以尋求中醫的治療 因為阿!精通的原因可不只有公寒 還有可能阿!伴隨著 血淤、血虛、氣欲 給你的中醫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好好的去調理 你會看到進步阿! 精通的發生有可能反反覆覆 時好時壞 當你阿!這個月特別疲倦時 或者是阿!受寒時 可能會加重症狀 只要阿!你照著我的建議做 你會發現你的止痛要減量了 疼痛也會改善 相信我你一定做得到 訂閱分享 我是你的七七老大 我們下次見 愛你喔! 所以同學們知道該怎麼弄了吧 被亂七八糟 這什麼 好喔! asmr 呀 i breathe my vision against the system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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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